又是靠券商互盘的一天 虽然会议呢不及预期 但是好在昨天晚上券商定向降准 利好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指数今天算是稳住了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今天数字经济动了 千亿龙头直币涨停了 全面上涨 眼下能涨的看来都是跟政策相关的 之前呢 宗特姑这几天的大金融 今天又轮到了数字经济 最近科技呢也调整蛮长时间了 所以反弹理由也很充分 证券呢冲高回落 自今开始往补涨的宗特姑里面去流动了 具体怎么把握呢 可以预约周天晚上我的直播 再说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 政策底情绪底之后 多久会迎来市场底呢 除了券商还有哪些会借利呢 其实大家也不用去猜啊 有专门的数据统计过 历史上呢 有六次重大政策底之后 坚持一定的时间周期 万德权爱指数啊 都能获得正收益 大家可以暂停把这张图保存下来研究一下 历史的规律呢 会不会被打破呢 每一次说会破 但是大多都不会破 所以短线选手呢 可以先看八月 长线呢 只要耐心的等待半年 目前来看呢 上证指数 上证五零 互生三百 国证两千 市盈率都处于十年百分之五十的分位 而穿一板指 客创五零 中证五百 都处于过去十年比较低的位置 市场呢都在讨论的消费赛道 二十八个细分里面 有五个细分 估值处于历史百分之二十的分位 但有三个行业的估值 已经处于百分之八十的历史分位了 所以分化呢 一定是必然的 那么更细节的数据 还有各大板块 在指数起稳之后 如何去轮动 短视频呢 说不清楚啊 大家可以来我直播间 听我详细讲解 祝各位周末愉快